现代3C用品到处可见 萤幕世代加上上网学习是不可逆的趋势 也导致台湾学童的记事率越来越高 阻碍儿童时期的各项发展 因为最近小朋友他就是揉眼睛的那个 次数有点频繁 然后再加上其实他平时都有看3C的习惯 那刚好学校老师还有就是自己的朋友 有带小孩到眼科检查 那刚好就是他小朋友就很意外的检查出 就是有假性近视这件事情 那我就想说是不是也带来眼科就是检查一下 3C其实他的萤幕毕竟是调动的 那长期使用其实对小朋友的专注力 集中的部分都会是不好的 所以尽量还是要减少手机的美白的使用 我们现在这个储备观念是 这几年近视越来越多 现在主要的治疗方式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种 那比较多人使用的当然就是散通剂 但是散通剂点下去之后 很多小朋友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写字或是看书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考虑到其他另外三种的治疗方式 那其实现在最普遍的 就是大概已经几乎快20年的塑性品 其实如果你心结做得好 原则上它是一个有效而且安全的治疗方式 比较方便的然后没有侵入性的就是眼镜的治疗 那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软式的隐形眼睛 那原则上它因为它是自抛的射击 所以安全性上面其实也是没有问题 其实每一种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所以就是家长要自己去评估看看 小朋友适合哪一种 然后再去跟医生讨论 医师建议视力保养要从日常生活做起 尽量避免使用3C用品 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 不要躲在棉被里使用3C 避免伤眼才能让学灵奇的孩子用眼无后顾之忧 感谢观看